姐妹们看我刚去弄了点什么好东西 我去弄了点猪板油 咱们今天熬一锅洁白如雪的猪油吃啊 平时包个大包子 拌个笑 炒个菜 都特别的香 而且天越来越冷了 也好储存 走咱去熬猪油去 我们家每年熬猪油 都按传统的老方法熬 熬出来不幸也不苦 特别好 改成骰子块啊 今年多熬点 给家里人逗纷纷 行了去焯一下水去 走 把浮沫都给它打出来 水开了 擦擦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把温水里再洗一洗 锅里来上一条水 有的有水熬 有的有油熬 咱先用老方法 用水熬啊 熬出来油白 咱先开大火熬 下面有水 也不用担心糊 水分基本都熬没了 这已经开始慢慢出油了 转成小火慢慢熬 晃这个旺窄 能撑下不 能撑下 那旺不是要用不了太大的旺 撑下了我就耍耍他人 这个旺得有念头了 你老爷那时候就说这个 说旺了 那确实有念头了 应该传了好几倍了吧 好几倍了 好好屌子 出油越来越多了 你看这油多清凉 看这油花也好漂亮 稍微放点葱姜 再来点白酒 去腥增香 也好保存 猪油快熬好了 满院子都是油香味 可好闻了 盘子里放点黄豆和花椒 再来一勺盐 这样容易储存 咱们猪油熬成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等油渣变黄了 那样熬出来就不透亮了 尝出来 这能吃一段时间了 剩下这些还能练出不少油呢 开个小火继续练 第二次练的油 单独放起来 平时炒个菜用 不能和第一次油放到一起 要不然就不雪白了 油渣熬的焦黄了 捞出来 我们这叫猪油缩 整个大包子 别提多香了 趁热乎猪油缩上撒点盐 这样不容易坏 我先尝一口 嗯 真是太香了 我们小的时候 只有过年杀猪的时候 才能吃上它 包个大包子 捏个饺子 别提多香了 把剩下的油再过滤出来 放到一晚上 猪油放了一晚上了 都凝固了 咱看看雪白不雪白 姐妹们你们看 这样熬猪油熬出来 特别白 特别好 平时用这个猪油 蒸个馒头 蒸出来馒头也会特别白 炒个菜 拌个馅 别提多香了 也可以做个青汤面吃 用处可多了 走 放起来去 妈 我猪油猫喝了 猫喝了 我看你过来 就是这么悲 咱们摸出来都是慌的 我有小秘诀 我不告诉你 小秘诀 还有猪油熟 赶紧我包个大包子 吃起来特别香 是好吃 包住小宝宝 放起来 你小秘诀告诉我呗 我不告诉你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